早安 我们在网上预约了两天的红巴士 这巴士会环绕开普端街上游走 看看就智障这样子的 巴士司机还对镜头挥挥手呢 抵达鸟类公园先下个车吃个甜点上个厕所 今天的天气太冷了又大风又下雨的 就是太冷决定不参观里面的鸟类了 骑上我的大巴士 还是巴士暖和 因为有暖气 哇 看那风景 好多小山丘 当巴士停着等客人上下车时 看家了这位在往垃圾桶里找食物 看见他在捡食荒 真的不由自主地觉得我好幸福 在这么冷的天披着棉被找食物 开着开着又又又下大雨了 有大风大浪 有点小恐怖呢 中餐我们回家开煮 难得家常便饭 吃饱 然后才察觉今天是周末 还来得及赶一趟周末市集 这位天人小哥好嗨啊 逛逛他们地道的美食 烤串薯条类 感觉跟印度餐有点相像 印度餐 马来餐 南非餐 傻傻分不清 最后点了两份尝尝味道 以我的味蜡 感觉就是印度餐无物 口味老妈子 牛肉快好吃 很嫩很软 顺带看看外面好有氛围感 大车回家路过这条街 司机跟我们介绍那一堆堆的 是无业游民 他们都聚集在这块地上 隔天早上 我们来搭个船 还是一样的雨 一样的大风冷死雾 好多好多海豹 是海水太冷 上岸拥抱取暖吗 请问你是几天没洗澡了呀 搭上小船 跟我想象中的好不一样 验票中 我们穿过市中心里的一条小河 看看周围景色 据说贝克汉姆有一间房子在这呢 戴上耳机 里面会有讲解员解说周围的建筑物特点 瑟瑟发抖中 转个场 搭上另一艘船往海洋出发去 在南非最开心的 就是有阳光照射 还是搭上一样的小船 海豹在打招呼呢 一群群的飞人小朋友 等待进去水族馆 又是找咖啡的时刻 这位小哥说他没出国非洲 不懂外面的世界啥样的 我们就说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 由于南非也是有马来人 直接让他懂这些马来人缘由马来西亚 他就好兴奋 妈咪还给了他一些马币当纪念呢 来都来到了 到南非开普敦 怎能不去最出名地标呢 桌山 今天是这几天来天气不错的 一眼望去的有山有水 抵达半山腰 得乘坐缆车才能上山顶 我发现了我去到哪都得来一杯热饮 认真拍照的鱼鱼 下午的缆车票比早班的还挺一些些 所以人有点多 一往如近在门口拍个照 搭个电梯上楼去 原先还以为最多能乘载8人的缆车 结果足足载了至少20人 哇塞 应该超过吧 桌山海拔1086米 大约形成鱼质流济或凹桃济 其顶部立场平坦 且可以俯瞰开普敦半岛 上升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平坦还在旋转 是不是仿佛大帝在脚下 上到山顶啦 来欣赏360度的海角风光 淡淡的白云覆盖在山顶上 头顶着蔚蓝色的天空 人在山上走 雾在云中游 犹如遨游在太空 这里有许多崎岖的小路 山上的植物 山上的植物是不是有点特别呢 这些怪石灵力 形状各异 有的像挺胸的巨人 有的像翩翩起舞的仙女 哦哇 帽子差点飞走了 来个沉浸式游桌山吧 井也看够了 风也吹傻了 是时候下山了 不然鱼也得降临了 再望望着美丽的景色最后一眼吧 回家的路上还遇见可爱的胖橘 好啦 这集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后期见